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直播平台同质化严重,无论是秀场直播、移动直播还是游戏直播,大多依靠主播吸引流量,通过和主播分成礼物收入获取盈利,但和国内不同,国外这三大直播平台并没有从经纪公司流水线生产的女主播们以及礼物打赏功能,而是凭借各自原有的庞大用户群体,不同的盈利模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Pariscope以为Twitter获得收益,社交媒体Twitter于2015年3月以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Pariscope,随后Pariscope作为一款独立的直播应用正式上线,Pariscope几乎和MareCatch使用方法相同,用户通过自己的Twitter账户登陆Pariscope,并可以将直播内容直接在Twitter上进行分享。 Twitter和Pariscope的用户都可以观看直播,和视频直播结束后,平台会自动生成一条回顾视频,并保留24小时直播过程中,观众可以选择留言或者送爱心的方式进行交流。 Pariscope也注重保护用户的隐私,播主在进行直播时可以选择来观看的观众范围,这款应用在2015年度获得了最佳iOS应用的称号。 对于用户来说,Pariscope就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从以前的文字、图片升级为视频。 Twitter也希望借此能提高用户的活跃程度,间接为公司提升整体业绩。 除此之外,Pariscope也已经开始和各类品牌厂商进行合作,通过收取营销和广告费用来盈利。 Twitter的首席运营官Adam Bain在公司今年一季度的电话会议上,这次电话会议也在Pariscope上进行了直播表示。 通过为厂商在Pariscope上定制目标群体的宣传活动,Pariscope已经为Twitter带来了收益。 他还特地提到了两家在Pariscope进行品牌推广的公司。 百事旗下的多利多斯在美国超级碗比赛期间在Pariscope进行直播。 科尔市百货公司也通过Pariscope在奥斯卡颁奖典礼期间进行直播。 两家公司都为Twitter支付了高额的营销费用。 据悉,Adobe,美国大型商场Target,雀巢等大型品牌都在Pariscope上通过直播进行品牌营销。 Facebook Live,直播前放断广告。 早在去年夏天,Facebook就开始尝试视频直播,推出了一款仅对名人开放的视频直播应用Mansion。 在今年1月份,Facebook正式将视频直播功能开放给了所有用户,推出了带有Facebook Live直播功能的iOS应用。 随后在4月份Facebook的开发者大会上,扎克伯格向外界多次强调了直播的战略重要性,并对外公布了Facebook直播功能的应用开发接口API。 借以让更多第三方影像拍摄公司以及无人机拍摄的视频能够接入到Facebook平台。 不过,就在最近,Facebook给直播功能找到了更直接的盈利方式直播前插入一段视频广告,最长持续15秒。 未来这种效益更高,盯制性更强的的视频广告,有望让Facebook的广告营收继续提升。 YouTube直播 直播质量更高,在社交方面,屡败屡战的谷歌自然也要在直播上有一番动作。 谷歌早在2011年便在YouTube上推出了直播功能YouTube Live。 在6月份YouTube又宣布将直播功能加入到手机应用上,自此用户在YouTube的应用上就可一键开启直播。 此前,YouTube还曾单独发布了一款手机应用YouTube Connect,用户也可在该应用上进行直播。